我们现在来看看石涛的这张画是怎么完成的 我们要看它的第一部分是从哪开始的 也是这张画中很重要的地方 画面中大概有四五棵树 从哪棵树开始呢 是从最前面最靠近作者的这棵树开始 大胆落笔 要毫无挂碍地书写 大胆落笔要求你的细胞要成熟 也就是你的树法 石法要过关 过关以后就能做到心中有树 包括加叶点 大魂点 胡椒点等等 都要很成熟 注意整棵树的外形 外形也是很重要的地方 然后看后面的两棵树 看树的姿态 不要画成像铁轨一样并排着 它们之间有一个角度 这样整体才活泼 笔有顺泥 第一笔画下来以后 第二笔是往上涨的 有顺有腻才有意思 所以中国画的变化 是特别重要的 这些媒体的变化 所以看树的东西 对中国的变化 有顺泥 因为政府内部的变化 是特别的 现在大概是不少 你去线赫 看树的画面 不少 因为是在这一位 舍树的 这一篇主意 最好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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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 杀 就是 老师 老师 画的过程中都是书法用笔 有一个提案动作 西方绘画也在用线 但它的线是直来直去的 只是表达一个物象 与其相比 中国绘画中的用线 是书法的一个提案动作 有书法意识在里面 这是两者之间的区别 这棵树是在后面的 穿过了前面两棵树 所以你心里要有一个 前后虚实变化的感觉 有了这种感觉 笔底的虚实自然就出来了 哪怕墨色很重 虚实感依然存在 所以画中国画是 你我心里的感受特别重要 我们听到笔触指 沙沙沙的声音 中国古代典籍里称之为 如层实色 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因为这时你的笔墨正合适 如果太湿了 不存在声音 太干了 会拉不动笔 正好笔墨对的时候 才有那种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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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这里连钩带村带染 这是石涛的一个方式 它们是合在一起 无法分割开的 所以石涛的作品 给人很多意外的感觉 这个细笔不弱 譬如其白石画的蜘蛛丝 也很细 但它不弱 所以中国画对强度 和立体感的强调 并不是以线条的粗细 为其恒定标准 细的东西也可以很强 我们看石涛的柳树 画得很强 而且赋予变化 我看石涛的柳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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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柳树上 在柳树上 并不是以线条 和高树上 并不是以线条 细线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这棵柳树手底下的感觉特别重要 要湿里边带着干全在于你的手感 这要注意 所有活动的东西是画眼 比如船、马、人物 所以这个地方要万分小心 这棵柳树手底下的感觉 这个船脚前面是圆的 后面是扁的 要把这个扁的感觉画出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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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